一、二、三、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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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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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可以測我自己 好啊好啊 看一下老師是多少 對 很少人敢這樣挖洞給自己跳 真的 你看我也有三十五啊 三十五 對啊 隨便測就三十五 所以現場除了三月之外 三個女生的皮膚比我們兩個還差 還是三十幾歲 對 所以我們跟三月是一國的 對 我們兩個應該在這邊 對 我們應該在這邊 那我在這邊 因為最近皮膚過敏不在保養啊 對啊 好 冷靜冷靜冷靜 我跟你講 重點沒關係 我們找到問題 我們可以對症下藥啊 就是趕快來教大家怎麼保養 沒錯 對 才讓自己的皮膚會變得更年輕 皮膚老的人到底要怎麼拯救呢 我們來看看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老師救救我 不會 你幹嘛 我不想要年紀輕輕 就是領導人年紀 坐保安座 不會 不會 你頂多從明年開始 你坐公車可以打六折 老師你趕快救救我 對 老師趕快 這些人都需要你的拯救 對 那因為你看 因為我看我前面這邊 有一桌的保養品 我先講一下 大家可能會想說 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皮膚怎麼會這麼暗沉 對 或者說皮膚怎麼感覺 擦什麼保養品 或擦的美白 都沒有什麼太多的感覺 對 肌膚永遠就是感覺 膚色不均勻啊 等等的問題 那因為其實呢 中醫師就說其實 我們在台灣 包括亞洲啊 你會發現中國人 他們最著名的就是 中醫 對 就是會吃一些中醫 調理身體啊等等的問題 所以呢 這整個系列呢 就好像是中醫溫補的概念 那你的肌膚也是做到 調理的效果 所以這個保養品 是跟中藥 中醫有關係的 對 中藥有關係的 所以呢 跟那些西醫 對 中藥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是的 他從內在慢慢調理 調理路線啦 對 那因為像有很多人會想說 可能我今天很累啊 很疲勞啊 然後或是覺得說 有時候心情不好 或是說像這些時尚達人 跟一些 另一半吵架的時候 或一些負面情緒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悶悶的 就像我現在錄影 我非常悶 對...就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我的臉就是一陣黑一陣皮 或只是有時候你可能很累 然後你可能出去曬個太陽 很疲勞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肌膚 或你的身體裡面 會有一種悶熱的感覺 對 有 就是覺得那個熱氣 都鎖在身體裡面 還有臉上 沒錯 就是嘟不去 而且我昨天一整天在錄音室啊 密閉空間 用冷氣這樣 乾掉了乾掉了 真的來不及了 回不去了 對 所以這類的狀況 其實我有問過中醫師 中醫師就是說 就是以中醫來講 就是說身體會有一些 所謂的那些悶熱那些燥熱 是排不掉的 那這些熱呢 他們就統稱為叫做邪熱 邪熱的邪嗎 對 這是中醫師 上網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這個邪熱是在中醫師裡面 是有這些字典 是 邪熱 對 然後包括一些可能女生 可能一些荷爾蒙的改變啊 身體期的狀況等等 都會有這些邪熱會存在身體裡面 有耶 我覺得有的時候 太陽曬多了之後啊 你那個皮膚的狀況 跟你身體期的時候很像 對對對 會悶這樣子 悶然後就是乾燥 然後感覺膚色很不均勻暗沉 對 或者是你有一股氣 好像悶在你的胸口 對 出不來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就像我剛剛看到38.8的時候 對啊 而且我這裡幾天那就是來耶 就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呢 其實像中醫師就有跟我說 其實解讀的三寶 就是黃蓮 黃塵 還有一個就是大黃 可是問題是 誰有這種時間去買那種中藥 然後回去自己燉有沒有 不可能 現在人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對 所以有很多家裡的人 就會想說我平常還可以吃中一些 中藥來調理你的身體 對 當然身體的肌膚的機能 還有身體的器官 會機能會比較穩定一點 是 對 所以這個系列呢 它就是剛剛像GINO哥講的 它全部都是以 中藥調理的概念 來創辦這一整個系列的保養品 這個idea很好耶 對啊 變成不會只是治標 對 我從根打起我要治本 對 而且這一個品牌的創辦人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家裡 自己本身就是家傳開中藥鋪的 然後開了將近80幾年 然後因為這個創辦人 這個男生呢 他本身結婚了之後呢 因為他老婆懷孕的期間 是 然後因為懷孕的時候 女生的生理荷爾蒙什麼都會改變 對 然後像女生的經期來的時候 黃體素會增加 會攀高 包括懷孕的時候呢 荷爾蒙分泌也會有影響 是 所以那時候他老婆就是擦了很多保養品 都過敏 都一直過敏 然後開始癢啊 然後紅腫等等的問題 所以這個創辦人呢 特別到了國外 去把他們家中醫的概念 這些藥草去融入一些國外的技術 然後才創始了這些保養品出來 所以老師 過敏的膚質也可以嘛 因為現在不是要換季嗎 我們就很容易長一些小小顆的 對 那因為呢 我剛剛講到 是中醫這種溫補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它裡面的成分呢 它可以幫助你的肌膚呢 達到比較溫和的效果 不會像那種很強勢 比如說什麼果霜換褲那種 就比較強勢的那種保養品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平常有些人用這種 比較含中藥系列的保養品 你慢慢的保養 你會發現你的肌膚調理是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溫和 一天一比一天好 不是麻上的 是什麼 這個很漂亮的包裝 它裡面呢 它這個叫做淡足茉莉 清熱的換白噴霧 茉莉本來就是解熱 對 那為什麼會 那為什麼會講清熱 因為其實呢 保養品裡面呢 如果說你加了重要的藥材裡面呢 因為淡足茉莉呢 其實它裡面就是加了淡足液 淡足液這個藥材本身呢 可以從你體內可以去飲用 可以去吃它 外用的話呢 可以幫助你的肌膚 還有體內的機能呢 會有清熱的功能 清熱的功能 一旦清熱功能之後 你的身體的機能就會舒緩 身體一舒緩 你包括你肌膚的肌膚裡面的細胞 也會舒緩 所以淡足液是拿來清熱的 對 拿來做清熱的 然後呢 剛剛是不是講說 裡面有加了解毒的三黃 有沒有 對 三黃 黃橙啊 黃莉 還有大黃 它裡面也加了這個中藥的成分 所以它就會有代謝的功能 代謝的會變得比較好 那你剛剛講到三黃 然後想到淡足是清熱 沒有聽到茉莉啊 對 茉莉就是用茉莉茶拿來喝的嗎 不是 它不是用茉莉花 因為它是中藥的藥材 藥材主要都是從哪裡萃取 它的根部 對 所以它是用茉莉根來萃取 第一次聽到茉莉根 對 我也是 因為我就是聽到茉莉根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去詢問一下中醫師 這個茉莉根 到底對身體有什麼樣的好處 那它的好處是 茉莉根的這個其實可以燉成 就是像那種水一樣 然後你如果說插在肌膚上呢 它會比較有溫和的功能 所以它把這個茉莉根萃取出來之後呢 就放在這個保養品裡面 所以你平常在使用茉莉根的 這種成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噴起來 肌膚就會有舒緩鎮定的功能 可以鎮定喔 對 那因為剛剛小柯有講到 一段換劑嘛 換劑因為表皮健康不健康 保水度抓不緊 所以肌膚就開始紅腫脫屑 這時候茉莉根就可以幫助你的肌膚 達到穩定的功能 然後這個你也可以直接 像有化妝也可以直接噴 這樣子 噴霧是 這個品牌它把這個噴霧做得很細 有一些噴霧你一噴出來 是這樣噴 是水珠 對 這個是霧狀的 所以你看它這麼細 老師你噴我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到一些很可怕的數字 我現在情緒一直在波動 我需要噴一下 對 對 就這樣子 詹悅さん 好 好 感覺怎麼樣 沒有沒有 詹悅小姐是直接送她就好了 對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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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搶 我會覺得味道很舒服 很舒服 就是皮膚乾的時候 像在攝影棚 就很需要這樣子噴一下 對 所以這個換白噴霧呢 它本身就可以幫助你的肌膚代謝變正常 然後肌膚代謝正常之後 細胞裡面含水量夠了 慢慢的讓你的細胞調成是健康的儲水環境 所以你的肌膚和自然而然代謝好的話 斑點也比較不容易進去 就由理而外變白 對 然後身體就會有那種代謝好 變成膚色均勻的功效 變成整個人很光亮 對 真的很好耶 它也有一個是專門的化妝水 對 然後這個就是呢 它本身也有加了這麼多成分的 對 然後像我自己如果出國 我就只有帶一瓶這個 然後帶精華液就這樣擦也可以 那就夠了 對 不用多帶 不過正常的保養程序 你就可以先使用這一瓶化妝水 完之後呢 它這個精華液很厲害喔 因為它把剛剛講到 所有的脂脆的成分啊 很用奈米化的科技 都把它打成很碎很碎很碎 所以你看你擠出來 你看它的質地 有點像這種凝乳狀對不對 好細喔 有點像凝乳狀 然後呢 它擦起來呢 瞬間就會被肌膚所吸收 然後這樣子把它擦上來 然後呢 像現在剛剛講到小寇 不是說現在天氣變乾了 變冷對不對 對 很乾 其實有時候在幫人家化妝 上一點粉底液的時候 我也會調一點點進去 調一點點在粉底液裡面 然後把它和在一起 然後你擦起來的時候呢 肌膚的保水度就會很貼合 那因為精華液本身 不會有太多的油脂 你也不用怕說擦肩 會不會有負擔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味道喔 不會像有一些保養品 它有一些化學的香味 很香對不對 它是有很清新很自然 它是清香的感覺 好像你身處在竹林裡面的那種 很自然的飄向 對 很舒服 那當然我們有講到 其實保養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做到很好的清潔 所以它這邊也有出了很多 像這個剛剛講到的 就是它的手工皂這邊 好可愛喔 手工皂 你可以聞它的味道很清香 好舒服喔 對 是那種很天然的味道 不是那種化學的感覺 對 是 它裡面主要的成分 是用那種頂級的醋炸橄欖油 不當基底 然後可以加入所有的 中藥的脂脆的成分 所以它洗起來會非常的溫和 而且這一塊炸 讓我覺得比較驚豔的是呢 它洗起來有些人 現在洗臉洗完之後 肌膚會乾 對 筋蹦 因為它很好的油脂 讓你洗完 就好像擦過保養品一樣 皮膚是這樣滑滑QQ的 好